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制作了21集的中华自然医学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讲第8集 题目叫做血糖跟尿糖 是否可以作为监测断糖生酮饮食的指标 生酮饮食我们把它分成长糖生酮、低糖生酮跟断糖生酮 所谓长糖生酮就是说葡萄糖、淀粉、碳水化合物 占总热量来源的50% 那么低糖生酮就是10到40% 那断糖生酮就是几乎都是不直接吃淀粉、碳水化合物 米饭、面食、水果、馒头、包子几乎都完全不吃的人 那以这个油脂为主要燃料的来源 我们叫做断糖生酮饮食 那做断糖生酮饮食的人要怎么样来监测它 知道它有没有进入生酮状态呢 因为我们一个人如果平常饿了吃饿了就吃 一直烧葡萄糖的话它身体里面的酮体非常低 可是呢如果你一旦不吃葡萄糖不吃淀粉的话 那么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葡萄糖或者是干糖 大概一天就烧完了就只好开始烧脂肪酸了 那可是12个碳以上的脂肪酸如果要拿来燃烧的话 因为它没有办法进入细胞里面 所以一定要经过肝脏来把它分解成这个四个碳 四个碳三个碳的酮来取代葡萄糖 再给我们的细胞做燃料 所以这个叫做生酮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血液中出现酮体可以分为良性跟病态两种 那所谓良性血酮化就是指营养性血酮化跟运动性血酮化 那么病态血酮化就是指饥饿性血酮化跟酮酸中毒 一个人如果他一直吃碳水化合为主的话 吃三餐那么他身体的酮很低 表示他没有什么在燃烧脂肪 虽然他的酮可能就是在0.1mm以下 那么如果饿了一整天呢 酮可能会上升一点 大概在0.3或者左右 那么如果长期采用断糖生酮饮食的人 他的这个酮可以为止在1-3mm左右 当然也是看情况 如果一个人长期饥饿的话 那么这种酮上升我们叫做非良性血酮化 叫做病态血酮化 如果饿得越久 那么酮就会越高 这个都是非良性的 另外一种叫做酮酸中毒 他的酮酸通常都会到10mm以上 同时存在的就是他血液会比较酸 会低过正常的酸碱脂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酮的这个图 这个是酮的浓度 那一般人他没有做生酮 或者一直吃淀粉的人 那么他身体里面的酮非常少 那这样情况是不好的 那一个人一天里面 一定要有一些时间 他身上是有在燃烧酮的 所以燃烧脂肪的 所以他的酮就会增加 那所以要有一个我们叫做 Nutrition Ketosis 就是营养性血酮化 表示我们有在燃烧脂肪 那么这个燃烧脂肪呢 有时候运动后 大概一到三度 叫做良性血酮化 除非是饿了很久 或者其他因素 我们下面会谈到 那个血酮才会很高 还有就是这个尿酮也是一样 既然血液里面有酮 那么尿里面也有可能会排出来 血液里面的酮会排到尿里面 我们可以用氏子来检测 这个氏子就有很多种了 有一些是只有测酮的 像这一种 那有一些是很多很多种 可以测不同的 像这边其中一项是Ketone 那么其他是什么血啊 PS啊 蛋白质啊 血糖啊 各种氏子都可以买得到 可以自己检测 不过影响血液里面 酮的浓度的因素太多 还有尿液也是一样 因为这跟你采样前 抽血前有没有喝水 是运动前运动后 还有睡得好不好 看你有没有吃东西 有没有喝水 吃东西 有没有大量流汗 有没有拉肚子 有没有尿崩症等等 情况都不大一样 所以影响因素太多了 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标准的判读 比方说 我几个案例来讲 有一个甲状腺癌患者 他做了生酮饮食三天以后 来要求做血酮检测 我们看他的血酮值 呈现嗨 没有办法测不出来了 他很紧张 可是他人好好的 后来我们发现 他一整天 已经到下午了 一整天都没有喝到500cc的水 脱水 他觉得口很渴 后来我们就请他喝下1500cc的水 再做检测 血酮池就降到0.7了 所以脱水的时候 大概对于血酮池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就好像你在一个杯里面加了盐巴 然后把它晒太阳 把它煮一煮 水分被蒸发以后 咸度 那个盐度当然就增加了 所以说 后来我们就想说 规定说要做血酮值检测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先喝1000cc的水 然后呢 吃饭前测 要有一个规定 后来我发现这个变数还是太大 所以我们慢慢就不做检测了 那另外一个让我们下决心 不做检测的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 有一个妈妈带了21岁的儿子来诊所 他儿子本身也没有做生酮饮食啊 后来可是测他的酮的浓度 也是害 仪器测不出来了 要稀释才能够扯 后来呢 当天我们也想不出什么原因 就觉得很 很糊疑 怎么会这样高呢 后来第二天 他又来 原来我们就详细问了 就发现 他是一岁半的时候 就被诊断出了脑的肿瘤 后来就 他前一天 在前一天 就是做了这个 放射线治疗 光子道治疗等等 那么刺激这个脑下垂体 这个分泌ADH 就是抗力尿荷尔蒙的组织受伤 所以他来的那一天 他尿了4000cc 非常非常脱水 临床上就叫尿邦症 第二天 他就吃了这个医院 开给他的这个 抗力尿荷尔蒙 补充水分以后呢 然后第二天 检测他的血通质 就降到0.3了 所以说 我们这种 有时候会 被瞎到 所以说 我们 最后呢 就决定说 这个血通质 当然很有参考的价值 可是 大概只能够当一个人 他个人来讲 他验尿酮 验血通 来做一个参考 可是 不能够在这个 门诊 做一个 对比的比较 比方说 我们测一个 糖化血色素 测这个血红素 还有测什么 GOTGBT 那么 他的这个 影响的因素 就不那么多 那既然影响的 因素这么多的话 那门诊的患者 他们这个 很多人 交谈起来 就会 就会说 你的铜多少 我的铜多少 结果呢 大家就 觉得很疑惑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后来我们就 完全就 起销 做这个 不要再 做对比了 不要再 做比较了 他 基本上 不能够当成一种 你到底有没有进入 深酮状况的 这个指标 除非是你自己 要把很多 上面的这种 因素排除 就是把这些 因素排除 这个数字本身 还是可以提供参考 不是说 不必车 也不是说 不能车 就是说你们 我们不能够太 依赖这个 血液中的 铜 尿里面的铜 来看你到底 有没有进入 深酮状况 还有就是很多人 担心说 会 铜酸中毒 做断糖 深酮饮食 我们在另外一个 副作用的 那个篇章 也是有讲到说 其实他的这个 要引起 铜酸中毒的 激励 几乎是 非常非常的低 除非你是 糖尿病的患者 尤其是低型的 有时候你就算是 没有吃 断糖生酮 也是会这样 尤其是有打 胰岛素的人 你停掉 打胰岛素以后 如果没有 好好的监测 其实产生 铜酸中毒的比例 会非常的高 那另外还有 就是酒精中毒的患者 另外就是 有一些人 比方说 俘虏鱼里面 吃的不好 喝的不好 水喝少 又被逼着 一直工作 有时候也会产生 这个 恒温基溶解 或者是 铜酸中毒 等等状况 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 监测 那所谓监测 就是说 你要看他 血液的酸碱值 是多少 因为我们 动脉的 这个血液 酸碱值是 PH7.35 到7.45 如果是 铜酸中毒的人 通常他们的 这个酸碱值都会降的更低 这样 那因为我以前也做了十年的急诊科医师 我们也碰过很多的这个铜酸中毒患者 我们叫做DKA 或者是 HHNK 就是这个 血糖太高 那么低血糖的也看过很多 所以说 这个处理方法都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不是 做这个 生痛饮食 断糖生痛饮食 还是怎么样 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 你应该赶快到这个 大型医院去做一个诊断 不要自己 这个 在那边 处理 那以上呢 就是 第八集的这个内容 谢谢大家 收听 收看 请不吝点赞